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金塔的建设高336.9米的金塔 是目前天津市也是中国长江以北地区的第一高楼 那它在全国已建成的摩天大楼当中呢是排位第七位 在世界已建成的摩天大楼中呢是排位第25位 那在今年预计这个金塔呢将会建成并投入使用 而现在呢金塔正在进行外延的装修 而内部的样板间也已经对外开放了 从北安桥上我们可以看到 以金塔为主体的天津环球金融中心的全貌 地上75层 地下4层的金塔 目前立面玻璃幕墙已经安装到楼顶部分 远远望去就像海河之上一艘巨大的帆船 从我们项目的这个外里面看啊 这个幕墙的这个板块 单元体板块现在已经到了73层 整体我们的幕墙啊完全封闭 预计是在10月底 写字楼内部来说啊 二次隔墙这会儿再进行收尾施工 然后已经现在呢全面开始这个金装和这个积电的施工 年底前后我们这个项目啊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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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收 走进金塔内部 一楼大厅虽然还在施工 但已经可以感受12米漂高带来的宽敞空间 这里的多部电梯也比普通写字楼电梯快上三倍以上 每秒垂直运行距离为8米 也就是说从一层到75层顶层用时只需要不到一分钟 据介绍按照目前的施工速度 明年年终整个金塔就可以正式投入使用 那么作为天津的地标性建筑金塔写字楼呢 继年初结构封顶之后 样板间首次对外开放 我们的记者呢 杰族先登探访样板间 走进位于金塔写字楼五层的样板间 时尚奢华的设计让人眼前一亮 兼营剔透的玻璃幕墙充分保证了写字楼的采光面积 并将海河美景尽收眼底 约3000平方米的单层面积 无助是开场的办公空间设计 中高区预留上下层可拆卸楼板 适合不同的功能组合和空间布置 灰白相间的精装修风格 看上去简约大气 全层铺设10厘米高的架空网络地板 留有自由走线预制线槽 网络布局调整灵活便利 据介绍 金塔写字楼的很多设计在天津都上述首次 安装了世界领先的全空气变风量VAV空调系统 更加环保舒适 装有40步高速客梯及双层叫向电梯 使大梯时间不超过30秒 具有多重保障的供电系统 大唐电梯厅等公共区域 均采用进口大理石装饰等 继今年年初结构封顶之后 金塔写字楼样板间的首次对外开放 标志着金塔写字楼真正进入准线房阶段 并正式亮向全球 据了解 金塔写字楼预计今年9月正式对外销售 目前已经与部分金融 商务等行业龙头企业 签订了合作意向